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收盘节目,那今天的三大指数涨跌互线了,道琼斯呢最后收盘的时候是下跌的,然后呢标普啊还有纳斯达克他们最后收盘的时候是成天上涨的,纳斯达克呢涨的比较多。 这个图形上来看的话,道琼的日线图好像没有那么好看,它是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今天呢收跌,还是在围绕着这个惯性再去做, 30分钟呢形成的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箱体整理的预阻回落,这是道琼斯的走势图啊,非常非常的标准,我们把这个横盘整理画到这里,向下的支撑呢也是这么个情况,很有规律,它如果说本着的是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位置的话,那么道琼斯现在这个位置上就可进可退啊,可以继续往下回踩,完了再这么继续将这个横盘整理进行到底,那这个横盘整理会选择的方向怎么走呢? 我们需要观望,就是单纯的看道琼斯,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纳斯达克来看的话呢,不一样的,纳斯达克这个地方的K线呢,它是一个联合前期高点形成的宽幅震荡的K线, 如果说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琼斯一样,那种级别的话呢,它已经是一个局部的形态进行了突破了,纳斯达克差一点点今天就创下一个新高了, 所以这个纳斯达克的图已经是一个整理平台选择回收之后向上突破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后市呢, 在结合上纳斯达克的日线图来看,纳斯达克继续创新高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呢,对于明天的行情,我们依然是对于市场抱有乐观的态度,还是向上去走高, 那么也许是高开低走,也许是冲高回落,但是会有一个冲高的这个动作, 也就是纳斯达克会创下新高这样一个行情。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前一段时间,大部分的人他会亏钱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呢,他在大盘涨起来的时候进场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块大盘下跌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进场呢?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不相信, 当时我们说这个地方大盘要看涨,因为很多人不信,他说这是逃命坡, 任何的回调呢都是崩盘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后来看到大盘涨上来了,对不对? 那我明显能感觉到今天在市场里面,问的更多的人就是说, 我要做多,我能不能买Square,我能不能买PayPal,我能不能买达美航空或者X, 这些是我们近期已经开仓的这个股票,已经涨起来了,为什么还要再买呢? 之前被套不就是因为市场涨起来的时候,追涨被套的吗? 现在大家应该做的事情是看到这个地方创了新高之后呢, 他不会是那种强力的breaking out那种大涨的,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的, 他走的这个走势呢应该是轻微的走上去, 然后再走上升通道,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的,你运气好了, 你在这块凸上去的时候买了,回调很轻,他就会再涨上去, 运气不好的话,你甲上赶上突破或者假突破, 在一个大的pullback回到50天前线,你怎么办? 所以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上面呢,可以做多,挑强势的股票做多,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买了,我买了NVDA,我在市场当中,我是开仓了NVDA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同时我减仓了X,我把X的仓位减了,X呢我们是上个周星期四进场了, 然后涨了一天,今天呢我们25块钱第一目标嘛,我们先减了半仓, 依然持有,就是你赚钱了,稍微把仓位往下减一减,而不是说赚钱了, 就是说看到市场涨了,你就要拼命的进场,这样子的话会帮助到大家, 控制风险,同样的,这个NVDA,这就是动能锅,因为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嘛, NVDA的话,你又刚刚刚刚刚刚刚把这个棚盘整理,向上做了一个突破, 是刚刚breaking out的节奏,那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breaking out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个跟随的进来, 就是上涨嘛,当然我们今天买的时候是还没涨呢,是买完之后,盘中后期才开始往上涨呢, 所以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它确实突破了,那就继续持仓就好了嘛,那明天再涨, 我就还会减仓,我们就跟着纳斯达克,就是这个产品涨上去的时候, 不是你去买的时候,而是你减仓的时候,当它再回调下来的时候, 才是你去进场的时候,这个我想前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会抓到这个规律的,就不会出现这种现在大盘涨了, 我们做多嘛,拼命的进场做多,你肯定会被套的, 好吗,这个就是我们就可以分享的一点点的交易, 今天除了开了NVDA之外,就是减仓了X,就做了这两个交易, 咱们有做其他的,我目前还是继续持有MQ的一小部分, 一点点的七值,仓位不多了,就是5个MQ,一点点, 涨上去创新高,我就会继续减仓, 用实际的这个交易来跟大家去分享, 涨上去的时候是减仓的时候,回踩下来的时候, 才是买入埋伏的时候,行, 那今天的这个比特币呢,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向上反弹, 刚才盘后呢,特斯拉公布了业绩, 特斯拉公布完业绩之后啊,说这个, 我们先把比特币讲完啊,比特币的这个平台, 还记得我们上个桌画的图吗, 20天均线,50天均线和8天均线, 让他们上来啊,差不多是5555, 差不多的这个位置啊,555555, 这个位置呢,看个震荡,我们决定一个方向, 如果这个位置是整理结束,选择向上, 比特币还是看涨的, 然后呢,特斯拉说他们还是卖了点以太币的, 卖了点比特币,卖了点比特币, 赚了一亿美元,其实还挺利好的, 但是是不是他就不太看好比特币的后市了呢, 这个我们还需要消化消化, 我们能分析行情,但是我们分析不了消息, 分析不了市场会如何去对这种消息进行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看看明天的市场行情怎么样, 我们再去决定吧,铜还是很厉害的, 那我们基于铜对钢铁残料, 或者说美国的基建板块去进行交易的这个策略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地方追涨肯定也是典型的要被套了, 你应该等,既然看到了铜是一个漂亮的上升趋势, 应该等铜回踩,回踩的时候再去进场, 而不是向上去追涨,好不好, 行,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